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和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款各种各样可以手工自制史莱姆的一个小的视频 希望你能够喜欢啦 那我们这边呢是有大概10个,总共40个小屏的这种的小的亮片 然后这边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可以装饰的这个糖豆啊 但这不是可以吃的哦,都是只是可以拿来玩的 好了,那我们就现在可以再来看一下 我们先呢是由我们的这个胶水,它是这个乳胶开始 首先呢是需要我们的乳胶,然后呢在里面混合入 我们这个粉色的小豆豆,这个是塑料的小豆豆 所以不是糖豆,小朋友一定要注意咯 然后是我们这个嫩粉色,淡粉色 总共里面是有两个 这里面还有它的小的糖果 也就是我们这个糖豆豆 然后是我们这个糖豆的小豆豆 然后是我们这个糖豆的小豆豆 就像你这个糖豆豆的小豆豆 然后是鸡蛋豆豆豆的小豆豆豆 那我们这边呢也需要加入它各种各样的一个小的混合装饰 那我们给它混合了之后的话呢 就是要加入我们的一个碳酸 这样的话呢可以让我们做出的史莱姆更加的蓬松一点 现在加入我们的一个隐形眼镜清洁液 用到我们的搅拌棒去给它进行一个搅拌 特别特别的好玩 然后整个拿出来的话呢 都是能够做出这么大的一个 里面也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个颜色 特别的适合于我们各种各样的一个小朋友是想去玩 它呢也可以去给它去多玩几次 然后再如果你觉得它的手感变得更的不好的话呢 可以给它再加入一些我们的乳胶 好了那不知道你会不会喜欢呢 不要忘了留言点赞和订阅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